我們這一對不善於表達自己 雖然性格開朗 如果我生命裡沒有音樂 我會覺得自己是啞了、農了 發洩不了 青春代表著無限個可能性 義無反顧的精神 在年輕人身上 可以看到他們對理想的憧憬 對事物的執著 有人就選擇用音樂 去編寫自己的青春樂章 其實我自己拜歌上網也有七年多 我自己一向做的 都經常圍繞著同一貨時式 和王子公主式的東西 我們上網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音樂創作人 緣分之下 我就遇到一群 跟我的創作方式 和我喜歡寫的東西一樣 就是遇到Jacky、林茨、阿婷 Key心他們 我們因為的興趣一樣 所以就建立在一起 成立一對創作的平台 即是Royal 很高興 其實初樓是有五個人的 一起去同學的一間店裡玩 他們的店裡有一支結他 然後就拿著一支結他 在製作一些歌 然後製作一下 就愈來愈多一些歌 是作給同學 到最後 只剩下我和另一個 叫Nicole 她是附近主音 在家製作一些歌 然後賣給同學 那時候就正式 叫做Malitura 那些歌 其實我們不是故意構思 做一個童話式的音樂 而是自己很喜歡 去選擇童話故事來說 因為童話裡的故事 在現實生活都很難發生 有時候想像一下 想回童年的時候 那些開心的時光 忘記了很多不開心的事 那留給自己一個很開心的夢想 有一個憧憬在那裡 會帶給人生一個希望 My Little K and Jane 這首新歌來的 我們用一些最真實的生活 去寫歌 我們會有一些 真的那個人的名字 那個地方 那個時間 還有一些不幸的經歷 那個人是 怎麼了 現在寫歌 其實越來越在說 小人物的東西 小人物其中一個 特點就是他們 對於自己的生活 有一種無力的感覺 跟小人物有關的作品 本身裡面 都有很多 黑色幽默的地方 我本身是一個 很搞笑的人 所以其實那件事 挺適合自己 在香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歌手叫 張如辰 他是想 為了馬虹的一個人 你都聽得懂嗎 我都聽得懂 我講廣東話 你也聽得懂 對吧 請我喜歡 請我喜歡 cử格 你現在 請我喜歡 請了 我 Seb 今天在節目現場 非常開心邀請到這兩位 來自香港的貴客 先請兩位跟聽眾大聲招呼 給我介紹一下,好嗎? 大家好 你們誰先講 這首歌的歌名好像就是一個故事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寫著這首歌的時候 是沒有用腦去寫的 沒有用腦去寫 因為很不開心 很自然就彈著結他 把所有的選語加歌詞一拼寫完 不管是大陸的或者香港的 或者台灣的音樂媒體上面 那張專輯幾乎是很少 所有的樂評人的年終榜 大家都會選那張是他們年度最喜歡的唱片 其實我很怕個個都說好的 應該有很多人覺得不好 我才覺得這件事是我來的 一樣不悶的事 永遠都會有很多人批評 那件事和正常的事不同 就應該值得被人罵 在這裡 什麼樣的音樂都有可能 年輕人透過創作音樂 展現自我空間 海南利用互聯網做平台 以作曲填詞去寫自己的心情日記 其實通常就是 我很不開心的時候 才會寫很多歌出來 我開心的歌比較少 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通常就寫了一個歌 它一直都是流露著自己的心情 和自己的看法 可能我整首歌曲會比較悲觀 但是如果我做了一半 然後過了一段小的時間之後 我完成了它的時候 我可能會忘記了那份不開心的時候 我完成了它就會比較樂觀一點 其實都視乎我當時那一刻的心情 在香港我可以選擇的東西不多 來到英國我想讀什麼都可以讓我選擇 過來之後就生活獨立了 很多東西都想了 還有掛著家人之下 其實也有很多創作靈感 都是因為自己一個 在房間裡亂想的東西來的 其實最主要我都是 無論自己在想什麼 和有什麼感受 我都會靠音樂去抒發自己的情緒出來 然後放上網和別人分享 一些私人的感受 就算是不是一個陌生人 我覺得我自己很想和別人分享 我就會放得出來 有時候都覺得旁觀者清 有時候自己的朋友 看我的故事一定是安慰你 但是一個不認識的人 某程度上他看完一個故事之後 他可以很理性地分析 然後我會看到這個世界 很多不同的觀點 就這樣吧 彈多少菜 Gigi Long在梁榮祺死了 就是這樣說 我現在都在做同一件事 回到房間 I don't wanna get as good I just wanna stay with you All I want is you 但有一天發覺 有些事情開始不同了 覺得以前心目中 一些很純潔的事情 或者自己很迷戀的事情 突然間 已經覺得不太重要 其實就是想說 一個成長的一個階段的完結 其實我很喜歡梁榮祺的 我中學的時候很喜歡 但是最後發覺 其實那件事很假 我喜歡那個梁榮祺 只不過是唱片公司 或者他自己要塑造出來的 一個梁榮祺 那個梁榮祺 和真實的梁榮祺 其實可以很不關事 那時候就覺得梁榮祺的心中 已經死了 其實很多時候 都不是故意透過音樂去說什麼 是很自然的 好像在寫一記 覺得需要用它來宣洩一些東西 一遇到那件慘字 就馬上說回那件慘字出來 就直接說回那件慘字 當時我已經不記得 為什麼自己突然覺得很孤單 那時候坐在那裡 望著天 覺得一個藍天其實也很憂鬱 寫著一首歌叫《南天的壽水》 都跟自己當時的心情 都有很大的關係 可能你很開心的時候 望著天會更加開心 但是你在另一方面看 其實一個藍天白雲 也可以代表到一種很空洞的感覺 有啊 我真的玩得很慢 有時候其實都是因為不開心 所以才去創作 譬如有時候不開心地去創作 然後創作完 那一件不開心變成一首歌之後 然後個人就開心了 所以其實不斷地不開心 都會不斷地把那些不開心變成開心 有時候我們去做一些 跟主流社會價值不同的事情 就會被人嘲笑被人批評 就像張宇誠和夏丹成那些歌 其實他們都是做一些 很想表達自己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的做法 和他的內容 和主流音樂很不同 所以就算是卡拉K 不斷地點他這些歌 都會點來笑 那我覺得其實他們很慘 那我想做一些歌曲 去歌送回這些音樂 其實主流音樂和音樂的分別 不是音樂上的分別 是類型的分別 就是好像有錢人和窮人 就是這件事永遠都在 主流唱片公司 是說背後很多資金 很多人 很多關係 但是indie就是 可能我和你自己兩個 一起搞些東西 那些就是indie 因為流行音樂 不會說一些這麼個人的東西 他們說些東西 都是一些很中路 所有人的東西 另一樣東西 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就反而變得很有創意 有時候覺得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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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台灣訪問之旅 阿P回香港繼續籌備下一次演出 而Royals的第一張唱片終於面世 海南亦專程由英國回香港幫忙宣傳 很感動 因為都是自己一番心血 和Royals其他成員一番心血 籌備了很久 等了很久 終於可以說拿著這碟在手 其實現在很想開來看 這碟這邊 就有我們的感想在這裡 而上面的金仔其實就是我畫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Jacky 我的手上就拿著紙和圍筆 就好像我和阿婷在交流的時候 就顯示了我白艷的一面 經常在玩 很多人為我們做一群朋友 都來這裡 也有很多人買碟 那是一件很開心很緊張的事 還有人生第一次有過這個 出碟的簽名發佈 對我來說很大影響 其實也有裡面的一首歌 就是《好夢難緣》 至少我爸爸媽媽就離婚 我爸爸就搬出去住 我和爸爸見面就很少 關係就其實不是太好 就比較疏遠 我想寫給爸爸的《好夢難緣》上集 就是說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 我一定會很努力去修補這段關係 始終因為他是我的爸爸 好 拜拜 拜拜 《好夢難緣》 《好夢難緣》 下集就是有時候我努力得有點累 其實我想休息一下 一時不開心之下就寫了這首歌出來 這次來是想找回我的音樂啟蒙老師 他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 他影響到我一生 始終當時我還沒有很清楚自己 將來的目標 我想著會不會有其他科目 例如將來可以找到一份好功 我想不到音樂有什麼出路 所以我本來也是想著會放棄它 這是你的城市 給我嗎 對 包括我的作品和歌詞 謝謝 哇 你的朋友 第一次是我的作品和我的歌詞 是因為這個老師他跟我分析一下 我將來做到什麼 我可以學到什麼 就重新建立到我學習的興趣 我最後還是決定了去修讀音樂 曾經遇上多少張愛在 愛也於心裡存在 兩個人世界很精彩 我想維港唱片其中一個特質就是 很講這個創作 但是不講製作 就是這樣拿一個交代著的碟 我們都可以 都敢去做 但其實裡面 有十二隊很有心思的樂隊 所以大家做了一些音樂 然後就送給大家 當大家都真的玩一些好的音樂 但是沒有人會理會 因為我們錢有限 宣傳流益有限 其實在香港真的需要多些的支持 令到你們本來不喜歡的樂壇 變成一個你們喜歡的樂壇 好像剛才我剛剛聽到My Little Record 他們唱一首新歌 說年輕人失誤 我很感動 我們現在的indie這個 就是十幾個朋友一起做 那件事不是純粹為了賺錢 而是一種感情 香港樂壇一向被主流情歌壟斷市場 阿P和其他獨立樂隊 偏偏逆流而上 他們想讓香港的年輕人知道 音樂不是只得一個選擇 我想香港的年輕人 都是別人給他聽 或者在媒體上看到些什麼 就會在裡面選擇些什麼喜歡 所以其實他們都挺依賴的 主流媒體 如果那個主流媒體 他是一直做一些很正常的影 他們永遠都是聽著一些正老的 我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但是一出道去玩 我又可以玩得很瘋 一同樣不熟 我就會有少許收藏自己 一二三 我會想他會怎樣看我的歌 即他看我的歌 他會怎樣想我這個人 我會一直試探別人覺得我是怎樣 我才會把自己真正的一面表露出來 那時候是一直想起媽媽 就要想著媽媽 不是填這首歌 我都不會發覺 我就算開心還是不開心的時候 都會讓媽媽在我身邊跟我分享 分擔 她都會為我的前路著想 她幫我安排了很多 我人生裡面很多的路 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成長經歷 阿P和海南的祭遇雖然各有不同 但是對於自己喜歡的音樂 就同樣執著 其在現實和理想之間 他們有不同的取捨 始終金錢都是一種生活的必需品 會平衡到金錢至少養得活自己 然後將其餘的時間放在音樂上 如果需要依別人的要求去寫一首歌的時候 首先視乎別人的要求是甚麼 如果他要我做到的要求 是一些始終都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都會去嘗試一下 始終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去給自己的音樂 去給更多的人認識 但是我不會說非常強迫 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歡寫的事 不喜歡做的事 現在寫的歌 根本上就是拿著主流音樂的很多時候 這種歌留在 用一種DIY的方法去做 才有它的魅力在這裡 如果過了去大公司做 就變成了一些智商矛盾 還有一些夠不答白 人生有兩大悲劇 第一大就是你很想做的事 你就做不到 第二就是你很想做的事 被你做了 我們永遠都享受一個最好的時光 就是在那兩者之間 我希望可以出到更多的歌 留到外面有更多人的識樂 還有有人喜歡 有人認同 人生一向都不容易走 隨遇而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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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